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 怎么了 你父王他 他死了 王爷他已经死了 他死了 娘 你做噩梦了 我看见 他浑身都是血 娘 父王不会有事的 长将军不是去朝中了吗 我就担心他 一去不回了 不会的娘 父王不会有事的 希望上天保佑他平安 翠儿 翠儿 这次难为你了 翠儿 曹大人 是 是 王爷受苦了 王爷 请坐 王爷 大殿之上曹宇多有得罪 只因此案设计人员众多 陶宇不得不做个样子 要不然如何服众呢 你快放了本王 下官也觉得此反叛案是有蹊跷 不过 不过 要是放了王爷 怕是会有些麻烦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王爷真的不知道 那我就给王爷提个醒 古墓里头确实有不少宝藏 有些更是价值连城 每个人难免会动了心哪 这跟反叛案有什么关系 如果王爷到了古墓里头 突然间变了心思 这也是正常的 你是怕我偷了宝物 如果王爷把宝物交出来 下官倒可以在皇上面前为你求个情 替你网开一面 你还跟我提古墓 本王最后悔的就是给你开启古墓 不但害了一方百姓 连本王也深受其害 你偷了古墓中的宝物还敢不承认 宝家之罪 何患无辞 既然你这么诬陷本王 本王接受就是 你何必那么多口舌 看来王爷是不肯配合了 那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 来啊 是 用刑 曹羽 本王即便是反叛 也应该交由刑部 你有什么权利审判本王 今天就是由本官审你 又当如何 朱友安 回下 我看你还能审起多久 上行 是 曹羽 你敢跟本王入行 曹羽 有何不敢 今天我就是要断了你的念想 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也不知道本官的厉害 大行刺口 你想干什么曹羽 你 用刑 快过 快 快 快 你就是汉阳之府 下官汉阳之府刘昆给上差大人请安 大人一路辛苦 请在里面用茶 你怎么不吃 这一点都保值 还是别这样 我要吃烟火粥 这儿哪有烟火粥 我就要吃烟火粥 再嚷嚷我就打你了 我骗嚷 你 岑爷 船家 你去荟州 回大人 走得仓促 没来得及采办 行舟途中 要特别注意小主人的起居饮食彩后 是 前面马上就到汉阳府的地界了 那里什么都有 小的马上去采办 为止 敬后二位大人差遣 要全马之力 我问你 今天晚上打算把我们几位爷安置在哪 请大人放心 早就吩咐下去了 这里的万花园有个赏心小院 曾经是接待几位王爷的地方 昨天已经连夜打扫干净了 备有专人服侍 欢迎两位大人 随时逛宁 随时逛宁 好吧 我们就在这先住下 打扰几天 不过 你要记得 我们可不是来贤助消遣的 是 亲犯如果在你汉阳逃脱了 恐怕 明白 卑职明白 叛王婆阳王家属的情况 你可有派人打探清楚 这个 据九江来的回报 就是大人手下的几位上差 和卑职衙门里的几个干部 已经联系上线了 我想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下来了 你派了几个人 三个 你可不要小瞧了那一家的人 无忧公主可是挺有两下子的 你们衙门那几个酒囊饭袋 恐怕都不是他的个儿 遵命 备职马上增派人手 我还要你注意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镇武将军常威 他那情况怎么样 目前常威已经到京城去了 至于他手下的那些人马 没见有什么动静 应该没什么事吧 盼王婆阳王手下的两万精兵全在他手上 弄得不好是要造反的 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遵命 好了 我们也该休息了 好了 我们也该休息了 我早就想好了 本王一到京城 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又何必呢 其实这件东西对王爷来讲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么说 这些宝物对你非常有用 这么说 王爷知道宝物的下落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些宝物没有落到你这等小人之手 本王爷是个欣慰 本王爷是个欣慰 像曹羽你这样的人也有所不愿 臣是大快人心 到这个时候了 王爷还敢呈口舌之礼 王爷 曹羽 你敢杀了本王 你以为我不敢吗 曹羽 你杀了本王 本王爷会变成猎鬼 来日报仇 王爷这是在逼我 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来人大行伺候 徐弟 慢 王爷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都行 好 好 哥 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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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人是哪找来的 就在前面 前面的茶馆 怎么了 这几个人我看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你们干什么呢 干苦力 苦力 苦力穿这么好的鞋 救命 救命 都保护下王爷 杀 仰啊 谁派你们来的 追 不要杀我 我们是汉阳府衙门的官差 汉阳府衙门 差你们干什么 说 我说 那是朝廷几位来的人要我们这么干的 这么说就更饶不了你们了 不要 石大叔 放了他们吧 公主 他们也是被迫的 是啊 对 是 还不快滚 多谢 快走 大爷 大爷 查没查清楚谁帮着谢亲含之的 大爷 查出来了 是小安子跟黄丹 原来是这两个小子 大爷 您看如何处置他们 还有常威那个老家伙 最近一直在京城四重联络上蹿下跳 大爷 您不得不防 他有什么手段就让他尽量的施展吧 我倒要看看 谁敢答应他跟我危机 帮我查清楚谁是他的同党 事后一并处置 是 下去下去 是 长将军 请 请 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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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君蛮上 桀骜不驯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可他现在执掌东厂 党羽众多 大内侍卫又全是他的手下 兵部上出韩文被废以后 连兵部的人又全都是他的亲信 确实难办 大人 曹宇虽然势众 可是哪个大臣又是真心依存 不问而战 滥杀无辜 人人自危 每个人都欲杀之而后快 如果我们天知任知 那将来连天下都是他的了 我们如何对得起天下百姓 如何对得起皇上隆恩呢 如果皇上名将御旨 将他不赦之罪公布于众 那就好办了 现在局势不妙 可惜 能跟曹宇争锋的大臣 已经被他一一清除了 大人 如果您再不下决断 那颇阳王之后 恐怕下一步就是您了 大人 您想一想 您是当朝一品 位列三公 曹宇想进一步行动 那您就是一个障碍 那曹宇怎能放得过大人 不过 在这一步下 您要是镇臂一呼 朝中大臣一定会群起而攻之 那曹宇有何惧之 请大人暂思 谢将军提醒 我一定会仔细考虑 那我就静候大人加务 将军慢走 我走 我走 王爷 招还是不招啊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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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将自己的生死而不顾 可您的家人您就不管了吗 他们怎么了 都怪我的手下办事不得力 到现在才把他们请到京城来 你想 你想把他们怎么样 我就知道王爷是一个有安心的人 曹宇 这是我自己的事 跟我家人无关 王爷 话不能这么说 你反叛的事怎么能够跟家人无关呢 你可耻 你可耻 王爷 人的耐心是有极限的 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可惜啊 可怜的无忧公主 年纪轻轻 还有那个小王子 真难为他小小年纪了 我真没想到 你这个不音不样的阉人 可耻 你敢再说一遍 阉人 你敢再说一遍 给我打 狠狠地打 狠狠地打 很难 你 你 快 你 你 哇 无佑公主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消息 看来我要去找那个无佑公主 说不定宝藏就在他的身上 其他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 是 原来是霸汉城市 李大人 今天让我们来不只是让我们看戏 诸位大人 难道不喜欢这出戏 不满李大人 下官几个一直心里都在犯嘀咕 想看还会有什么事 我们试试看看写一个如何 好 好 不瞒诸位大人 不瞒诸位大人 长江军来找我 长江军你来找我 对 这怎么办 事情确实有些棘手 如今曹语权势先天 如果诸位大人齐心协力 也不是没有扳倒他的希望 不过万一不成 不过万一不成 那咱们的身家姓名也是岌岌可危 是啊 是 老街头生亦可安于义 事工事手 老夫也拿不定主意 当然 大人 大人 是 曹语曹大人天来拜访 是 什么 他来干什么 我不是走漏了风上 这怎么办 大家不用慌张 我们且安然听戏 曹大人到 曹大人 曹大人 李大人 想不到各位大人都在这 曹大人 今天没事 特地请几位大人来这听戏的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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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们 请坐 坐 大家请坐 坐 李大人 不知今年高寿 七岁七十 李大人为曹庭鞠躬近岁几十年了 劳苦功高 清前的时候就是应该享受享受 是 如果曹大人喜欢 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上好的戏盘 只怕是下官没那个福气 近些日子 朝中出现了婆阳王反叛一事 下官分身伐术 婆阳王一案 现在进展如何 不得 谋反之罪千年甚广 不得不小心 你说像我这一个人吧 还好办 不像诸位大人 家里都有妻儿老小 这万一弄出点事来 那这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是 曹大人今天难得光临寒舍 莫谈国事 大家听戏 对 听戏 那是当然了 如果能像大人一样天天听戏 也就没什么麻烦了吧 这天下我也就太平了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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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请用茶 小安子 皇上来了没有 回娘娘 皇上已经起价了 快 娘娘 快 来人 有人死的吗 娘娘 来人 快 快 我怎么 娘 好小安子 你敢下毒谋害马娘娘 不是我 不是我 你还在说不是你 刚才给我抓起来 不是我 你敢说马娘娘 怎么回事 皇上 小安子下毒毒害马娘娘 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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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快说太医 已经传了 艾菲 你怎么了 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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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要杀真的艾菲 皇上 是小安子 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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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我 不是 你要杀了你 皇上 此事事关重大 被小安子一人所为 把潮衣给我找来 把这件事件唱的水落石出 一个也不能放过 是 皇上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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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王爷现在怎么样 他会不会来救咱们 只怕现在这个形势 王爷也是自身难保啊 刘大爷 在下有个主意 想和你们商量商量 谢大爷 你快说呀 只实物成为俊杰 现在我们既然搬不到曹宇 倒不如委屈求全 留得青山在 我们总可以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莫不是 谢大人有投敌之心 哪里哪里 谢迁 好歹 也是两榜进士出身 天子门上 这中间二字还是分得清楚的 为皇上尽忠 那是义不容辞 怎么能与奸臣为伍呢 打仗子 打仗子 终有一死 只是死要死的光明磊落 说得好 刘大人 说得好 几位大人忠心耿耿 佩服 佩服 曹大人 您到底想怎么样 几位大人意图谋反 主犯尚未查清 本官身为锦衣卫提督 不肃清反贼 岂不是愧对黄恩吗 曹宇老贼要杀便杀 要想让我诬陷别人妄想 谋反之事 纯属 子虚无有 赵大人 我们是冤枉的养我们 看来几位大人到现在还不肯共处同谋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该怎么处置 意图谋反 罪不容诸 应该凌迟处死 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 是 大人 曹宇 既然你怀疑我们谋反 死等大罪 也得有三思会审才能判定 你怎么能亲眼处置呢 看来你们是到现在还是独到黄河不死心 那好 大勇 在 你以为大人的公词都有了吗 灰大人 早就准备好了 三个人的 一个不少 这是 胡大人的 大明正德三年四月 陀阔阳王派特使到京城联络罪臣 意图让罪臣未知在京城 卑鄙 大人 别着急 更精彩的在后头呢 凭空捏造 大人 你不怕 报应吧 恐怕我的报应还没到你们就先人头落地了 大勇 在 看在几位大人忠心耿耿的份上 就赏他们个全师吧 是 还不谢过曹大人 好 好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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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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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事办得不错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 这还不是大人给机会 大人公务在身 这件事还是让卑职来处理吧 看你这么用心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好了 曹大人 曹大人 谁敢与我作对 傻无赦 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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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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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买卖吃 买卖吃 差不多了 都想好了吗 您说的是 驮阳王和刘建谋反一失 朝中谁还参与反对曹大人 我已经把名单给你好了 请公公过目 好 很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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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妻儿老小 你如果 你也出去吧 那刘大人你 我绝不会与曹贼的 不妥协 不 我也不能 韩大人 我不会怪你的 只要你出去后 不要诬陷他人就好了 刘大人 我韩文身为刑部尚书 虽不能为朝廷端正法计 但我绝不能做曹宇的走狗 曹宇借查处谋反余党之名 趁机铲除异己 我们肃与他不合 照这样下去听之认之 那肯定要轮到我们头上 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跟他干 王爷遭陷害 生死未卜 刘大人 韩大人已被入狱 李大人闭门谢客 看来没有头面人物肯出面了 说的也是 下一步不知道会牵连到谁 快点 你们干什么 东厂锦衣卫奉旨拿人 少数变化 快跟我们走 收 那圣旨呢 曹大人的话就是圣旨 带走 不可以擅自拘拿朝廷大臣 好 好 好 他们有一天会受到惩罚的 你来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是朝廷命官 你们这是干什么 放开我 奸臣当道 识不我语 先皇 臣随您去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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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了 佑迪已经出山三年了 可是我还是没有拿到长生术 爹 我对不起 爹 你知道吗 当年你离开家乡的时候 娘也去了 来 汤圆来了 你们试试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汤圆 怎么样 好吃 真好吃 比你娘做得好 我长大了 我也要买汤圆 爹 你见到娘了吗 下次见到娘了 一定听我问候她 还有 我已经找到了证据 证明我们祖先 的确没有伤害其他神 这都是登山王的阴谋 等我找到长生术后 为一个畏惧天主 与红叶派解除戎会 为我们祖先洗破冤情 你说这是怪事啊 这熬药嘛 这熬药呗 还非要用这桑树汁 难道说这桑树汁冒出来的是蓝烟 齐黄谱事上说了 桑性蜀寒 许是清心补肺吧 这位先生八成是中蜀了 心气太旺了 爹 你看 这公主吧 她为什么 你呀就少看 少问 就当没看见 什么事也没有 知道吗 公主 昨天没睡好 是大叔 没有 我想问问 这只船上 这只船上是不是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其他人啊 除了我们就是船家 怎么了 公主你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只不过问问 全家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现在已经到了汉阳府地界了 再往前面就是落水滩了 落水滩 对 落水滩 水极交多 很多船只搁浅 所以人称落水滩 有的时候大家也叫他夺命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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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那公主呢 藏了什么东西 没什么 拿出来 哪来的 不是偷的吧 当然不是了 那位公子他 公子 哪来的公子 对不起公主 小的忘了禀报了 船上有位重病的公子 自从来到船上还未出个小舱移步 快带我去看看 不会 好 好 公子 公子 这刚刚明明在这躺着 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兴许是上茅房了 你们确定他是重病吗 您不信 您闻闻这不是药吗 张公公明健 我对朝廷中兴等等 是他 他在暗殿里诋毁曹大人 你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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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胡说 我从来没有诋毁过曹大人 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就是上台说过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公公 千万不要听台信头 公公 公明健 明健 你可要跟曹大人说清楚 公公 慢慢说 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 什么都好办 是他 公公 你不认识我 前两天刚来过的 我知道 小老爹 这话怎么说的呢 小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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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吧 小老爹 我 他帮助她 一直在乱 你终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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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